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们内地人跑我们这生孩子 我们香港孕妇都给挤走廊去了 而且他有个问题 现在就是因为香港出生的 在医院出生的小孩 现在一半是内地孕妇生的孩子 他自然就有香港的居留权 对 但你有居留权我觉得问题不大 问题在哪呢 就是你香港政府很多的东西 是依照你医院生孩子的人数来计算的 比如说将来小学该开多少个学位呢 我听他们报上的评论夸不夸张啊 说是这么一个孩子 香港政府要给他准备两百万 什么 这种福利啊 就学啊 然后他们现在为了房子呢 他们就说把医院的这个加到五万吧 后来他们说加到五万根本没用 为什么 因为内地呢 你要再生第二胎呢 罚款十万 所以他一算 我的第二胎的内地要罚款十万 那我就偷偷挤到香港来 我付五万就付五万 而且那天我看一数字 说内地孕妇拖欠医疗费 是个惊人的数字 对 两千多万呢 两千多万 因为他你是这样子吧 他急着 比如说肚子大了 赶快退入产房 那么香港是绝对不会说先拿钱的 是无论如何 而且香港医生是这样 公立医院的医生啊 他是有一个准则 就是任何人来 他不管你身份证 不管你什么 你有什么病 我就同样的看法来来来看你 然后所以他不会跟你算钱 但是你你你完了 你要走了 那他也没办法 这很好啊 以前以前就墨西哥 墨西哥的孕妇就挤在美国边境上 对对对 放个肚子吧 挤过去一下 好了 将来的一生就改变了 你知道有有的时候 医生强行给你看病啊 也弄得你一定烦人的 为什么 不是最近抓了一个通缉犯 你知道吗 叫董文宇的 说是公安部A级通缉令 你知道怎么抓着他的呢 这是到四川 什么还是宜宾一个地方 当小偷 光机给摔舌腿了 然后周围邻居把他抓住 然后就叫这个120上了车 他一路上还跟这个医生讲 说这个我身上没钱 我身上没医疗费 你们就把我扔在医院大门口 就不用做就行了 为什么呢 他犯罪 他是通缉 他想逃 杀人狂通缉犯 连杀了六个人的这个人 通医时的通缉他 然后呢 这医生这个时候我发现 有医疗了 这医生说当时我们一看他的样子 据我们的经验就知道 他绝对属于付不起医疗费的 但是本着治病救人 白衣天使的原则 我们说不行 好 一定要把他送医院去 一定要送医院去 这一下抓了个通缉犯 好好好 这有医疗的医生 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你最近这个 深圳 那天徐老师还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在深圳啊 有些很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过去咱们知道 说是弄这个假车牌 对 是吧 现在他们跟我说呀 就在车管所门口 就是说 你说你要他的车吗 你看他的车 比如说他是 是个什么颜色的 是个什么车型的 跟你的车是一样的 你说我要他的 二十分钟 这人就拿来全套的假车牌 就是复制车牌了 叫套牌车呀 就等于说 他撞了人 警察就找你来了 怎么 但是他的资料都是真的 这事的严重性啊 是在于 他是发证机构做的 所以有几种假车牌 一种假车牌 就是说 我看到你那个车牌了 我就仿坐一个 那这个假车牌 只是 只是那个拍电子眼 拍下来你倒霉 我就冲过去了 我有一次 坐一个出租车吧 我看他那个车牌 上面有一个落叶 那么我以为是 什么叫落叶 树叶 树叶 那我以为是 那个树叶搭在上面嘛 我就好心啊 帮他拿掉 因为那拿不掉的 最后一片叶子 以前那个小说知道吧 他原来那个叶子 是挡住一个号码呢 那个司机就给我笑笑 原来他很有 后来我发现 北京上还到处 都有这种现象 他们用一点东西 把其中的一个号码遮掉 这样他出了事情 人家拍不到他的号码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什么呢 就是 你知道的套牌 比方说 你有个车牌了 但你的车是在 北京开吧 我用你这个车牌 我广州弄辆车 我在广州开 咱们两辆车 永远不见面 但是两个牌 那就省掉一半的钱 而且证也可以仿照 这种情况下 是互相知情的 有的人是根本兄弟 两兄弟用两个牌 就是一个号码 那就是 这是他主动 现在揭露出来 他们电视台去拍出来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等于是 油发证机构 车关锁 这个很厉害啊 就是说 我看到你 闻到了一个牌了 他就把你的资料 电话 姓名 所有你的材料 柱子 全部复制一份 提供出来 那就是说 我这个 说句难听的 我在外面撞了人 我逃掉啊 他就找你啊 这个等于在制造假身份啊 你知道吗 而且他是 他是公安 就是他是这个 这个专政机构 车关锁 有人在 对 所以后来现在在查 现在网上很多人 就在 就在说嘛 要考验李鸿忠 这个法治的决心 就是说 你如果是同样 公安机构去查 他们是自己查自己 所以现在 后来再追上去 这个事情啊 他们说 这个人就不见了 这个个人资料大泛滥了 就说骗子 现在不横行吗 对 你要小心 给你家里打电话 问题在于啊 他能骗得倒你 是因为 你的资料 他都有 你比方说 我的朋友嘛 就接过 就说 哎 你买的那个进口车呀 是吧 这个 现在国家有个政策 要给你退税 就当年收 收你的税 要退税 但是呢 你们家的地址是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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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你们家户主是什么什么 你们家电话 但是政府呢 对你们家寄信 你们没有收到 现在这样 我给你交一个电话 输入你的账号 输入你的密码 我就把钱呢 转到你的户口上 险些就给骗了呀 但是他之所以能骗你 他从哪里弄来 你的资料 所以所以香港的这个孕妇啊 现在医院的卡着 不给出生子啊 这种事情要在内地找好办 做一个嘛 对不对 你有钱我什么都不能做 这假的就是 地大物博 大国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 都创造的出来 而且呢我怀疑 现在根本就有一套 官方的作假系统 你知道 官方 你们都会 这不能瞎说 我给你实证 对对对 我给你实证 你到百货公司 去买一个电视机 我亲身碰到了 这样的情况 你买完了电视 你都会碰到过的 你买完电视机 这个有个 有发票吗 然后他会给你 一个正式的发票 他说那个 电脑打出来的 他不算数 他会有一个盖章的发票 但是当你开 那个盖章的发票的时候 开发票的人 就会问你 写什么名字 你碰到过 这样的情况没有 对对对 写什么名字 常常是这样 换句话说 你可以不写你的名字 你可以写 比方我买了一个东西 我可以写梁文道的名字 对对对 你明白没有 是 第二 你要写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是买电视机 我这个两万多块 是个电视机吗 我可以写别的东西 都可以 礼品 你可以写成是电脑 你可以写成是摩托车 合法的 你现在去看旅馆一样 你先住哪个旅馆 你最后要开张发票 他不是靠那个电脑单的 他报销都是靠一个发票系统 而这个发票系统 它是可以 比方说有的地方 北京有很多 叫国际俱乐部 对 他国际俱乐部里面 其实是商拿按摩的 但是你可以开成住宿费 天哪 这个都是 这个是合法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发票系统 它就是方便 所以你知道 我有那些教授的朋友说 他们的研究经费 比方几十万 我说我们要这些经费干什么 我们报销很难的 只能入费 买书 麻烦了要命 这个钱根本不能派自己用出 他们说怎么 这样呢 他们那边 你连小孩结婚都可以开到这个科研经费 因为你仔细一想 我刚才讲的是不是真的 你承认吧 就是说你的名字是可以改 你的项目是可以改 那么他拿到这张单 比如说我两万块买了个电视机 最后我开成梁文道 下面是一个电脑 他可以在他的项目里报销 这个算作假吗 这个根本没作假 这不是作假 他完全是合法 建议徐老师到中纪委工作 我觉得你很有这方面的见识 对我们香港人来讲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怎么讲 不说讽刺我们 哪有讽刺 这多好多辩明 这是利民的做法 对不对 这个发表 骗人成了利民 这不是利民吗 这方便大家 这个其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就是看大姐 这种小东西单据 模模糊糊 你看马英九成水扁 不都这样吗 你说就是说 这个假车牌 它都能唬人的 我原来跟你们不是讲过吗 我在北京挺逗的 有的人摆谱 说就是在酒吧里调戏妇女 然后人家叫警察来 对对对 我就说 他说我是某中央领导人的侄子 我亲眼所见 让大家傻了 什么时候你见过 敢推警察 我说谁是侄子 推着警察 这警察 当然警察文明了 是吧 然后最后说 关进去了 说不是 我贵这两个有罪受的 但是最后就搞清楚 他开了一辆大奔 他实际是出去摆谱的 他那辆大奔 就是一个套牌车 他租的这个 他这个大奔是他租的 为了显示自己 阔气嘛 可是实际上呢 租的这个车 都是一个套牌车 是这个套的是谁的牌 套的一个什么 富康的一个车的 那个牌 所以我就知道 还有很多军牌 对对对 前那天查得很厉害 那军牌 他很多都不用付费 车牌那个是假的 对 我给你看看几个车牌 我给你看几个车牌 现在这个有些 网上的车牌 比较趣味 你看这个啊 这是急救车 但是急救车 这牌号的 你看就是1494 1494 再看这个 再看下边的 你看这是什么 动动我试试 00544 对 下边这个呢 试试就试试 44944 对 而且还有一些 就是有的是 变得是像粗话一样的 但现在这个内地车牌 也是可以个性化选择 是吧 现在也有 但是市场不好 是吧 就比如说你要选什么字啊 怎么配啊 都可以 这个我给你说 听说这个 为什么北京暂停 个性车牌呢 一般人都说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用 SEX6啊 什么911的 说不是 说关键是因为 有两车牌 一个是呢 121 121 这个车牌 说这警察不好抓 交通警说 停车 停车 121 说你呢 121 你怎么跑着 还在点呢 还有一个 说是什么呢 哎呦呦 那你说 哎呦我给撞了 你给他打急救电话 说你车牌号码是多少 哎呦呦 我知道你 哎呦呦 你车牌号码是多少 哎呦呦 所以就给停了 这个笑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还有什么要控诉 不是控诉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 发票系统啊 包括 我觉得其实是 我们民族的 伟大传统 我们呢 不大重这个 不不不不 我觉得真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到北京做节目 住个贵宾楼酒店 一进去呢 我事先订好的 那个房间 900多 可是他一看证件 他说 哎不对 你这个香港证件 要2000多 内地证件 才是900多 哎呦那我说 那差这么多 那我不住了 哎呦那 没关系 你找一个任何 北京人的 北京的居民 身份证号码 一报 就可以住了 我就打电话 给避风嘛 就是我们的边界嘛 这女的 把他一报身份证号码 他就给你住了 所以需要是一个女客的身份入住 如果人家要来找呢 就要找毕小姐 找不到我的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最后发票呢 他也随你写的 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 我就在想 你说是好 还是不好呢 嗯 你明白这个情况 我懂你 就方便是很方便 他很灵活 他也知道就是你住 他也给你方便 他也知道 那个规章制度不太合理 比方说 一个900多 一个2000 同样好多 那何苦呢 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跟你讲 他这个生意 为什么要打破 我跟你讲 徐老师 什么叫就是风气 的重要作用 对 他一定有一些好处 所谓方便 所谓变通 但是呢 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 一旦形成 那带来的另外一些事 你就不一定觉得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跟你说 好多有些谣言 不能随便相信 因为如果相信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就正如说 比如说手机短信息 有些经常讽刺 这个干部官员 那当然有些人 因为这个都吃官司 对 这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 谣言纷纷 说这个事情 那么值得自省 值得警惕啊 我是有这么加加加加个帽 我最近听见两个城市的 两个人跟我讲 开着车 说你看这个路啊 不方便吧 为什么这个这个 咱这城市道路老是大坑啊 永远都是挖坑 永远都是挖坑 永远都在修 都干什么的 我说干什么的 那些官员 他们弄虚作假 报假项目呗 修路就有钱了呀 他这个维修公路建设什么款呢 这不就有预算吗 有钱吗 没有工程怎么贪钱呢 所以呢 他不就挖吗 所以我为什么说不能相信呢 因为如果我要相信了的话 这这也忒太损了 这不是说 那文涛 你刚刚说的 你刚用的语言 你说一旦这种风气 要是形成的话 现在问题是 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 所以你的朋友才会那么说嘛 就说重点不在于 是不是真的有官员这么做 重点在于大家都相信 没错 这才是问题 我刚才讲那个发票制度 你看大家都在用 没有人质疑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都开始觉得 我们就是这么做 我们社会就是这样运作 弄虚作假 习以为常 对 你问我昨天晚上看电视 我就有点赌 我说怎么公然的骗人呢 你按说 咱还不是说 咱想说商业电视台 像在香港这个 这样玩资本家庸俗 对吧 他这个东西 有一定的政府色彩 在内地许多电视台 党的色彩 政府的色彩 你比如说 长头发的 稍有知识的人 那不纯粹是胡说八道吗 说能把你这个 死亡的毛囊激活 沉睡的毛囊激活 电视广告 长头发 能让你能治很多很多病 万应灵药 对 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不是 这不是弄虚作假 蔚然成风 对 而且有一些广告 你比如说政府 不是出过一些禁令 不让座了吗 连这个一便秘 或者是性功能障碍 这些广告都不能再卖了 你知道这些事吗 但你现在看看 北京的报纸 不是还有这些广告吗 它怎么样呢 它也是变通 我不会再说 我专制这个杨伟 不举 我现在说什么 我说 我让你生活愉快 然后画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爆炸一块 那还是一样 它就太多方法 包括你甚至 现在你说 这个网络的力量 咱们今天 我为什么我觉得 在今天做媒体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无奈 就是他炒作的这些话题 那天我开会 跟组里人讲 我说我们应该讲一些真话题 不要讲假话题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这个 弄许多讲 许多话题 事实搞不清楚 但是在网上 已经炒得很热 所以说呢 咱们的媒体 也得跟着来说 可是说来说去 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 连这个事实 没有办法 你都闹不太清楚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那天在讨论 偷拍的问题 我后来仔细回想 香港你看到的新闻 就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 很少偷拍的 对不对 那内地呢 他现在偷拍是非常有效的 揭露假药 电视台是偷拍的 揭露这种官僚 贪污 这种什么苏丹红 什么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用了个偷拍镜头 对对对 那么虽然 现在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说虽然手段不正当 但是只要目的正当 这个手段的不正当 就被原谅了 那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们再讨论 但是也还是 我们的编辑告诉我 说说现在很多人 他是因为 因为内地的观众啊 他相信偷拍 他觉得偷拍来的东西 才可靠 一定是真的 所以呢 他们比方说要拍一个 要到这种黄色 就是那个调赌的地方 要去采访 他们就要假装偷拍 这个假装偷拍以后 几个人怎么 他们也根本不去 他们就交几个朋友 在一个屋里 然后他们假装 有个被子啊 有个男女什么演 然后那个记者 就假装哪个镜头 那么晃晃晃晃晃 晃出来一个偷拍 看的人很高 所以电视台 现在已经知道了 只要是偷拍的 收视率就高 我们能够偷拍三人心 你说这个全辱 到什么地步 我们这个社会全辱到 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 就以不正当手段 来接入更大的 不正当的事情 既然连这个手段也可以 也被假冒 也是后现代 还有的那个记者 还帮着公安抓 抓那个什么的 看脱衣舞的 我不是原来说过吗 记者跑到一个小地方 好多人看那种 民间那个脱衣舞 他拍下照片 然后呢 报了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突然 他这个照片 咔嚓快门 惊动了全场 看脱衣舞的观众 哇 这伙就鸟兽散嘛 然后只见这个记者 夸把门一堵 谁也不准走 我已经报警了 有正义感 有正义感 代行执法 执法 对 你记得前些年的 酿成悲剧嘛 那民工看黄色录像的 然后呢 警察一抓 民工哗 挤倒了一个 起一堵墙 光掉外边 粪池子里 淹死两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全是假 你就说这个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 就是我前一阵回家 听说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不光是听说 我过去在一些观众来信里 也印证过 这个现象 就是在一些大城市 省会城市的 郊区那个农村呢 往往都是大村 比如说可能有一千户 人家那么多人的 一个大村子 选村长 选乡长 你知道吗 怎么选呢 在那个城市的大酒店里 把酒店整层餐厅包下来 全村人 扶老邪有去吃一个月 一个月 每天到那当食堂 全村人都去吃 我觉得跟陈水扁 搞选举差不多 就是为了当乡长 但是后来人家算这笔账 就说这个候选人 他要选 对吧 首先他得搞定各个方面 上边下边的 就差选票 这一锤子了 就差选票 这一锤子了 对对对 就差选票这一锤子了 但是呢 你说他能有多少钱 上百万呢 你包这个餐厅 你这一个月 全村人这么吃啊 他钱从哪来 你也不要以为 他掏自己的钱 他当然不是 你知道是谁给的钱吗 谁给的钱 你猜是谁给的钱 谁 房地产商 投资 房地产商觉得你有戏 我给你钱 对 你让他们吃 因为他能够投资呢 他一定有回报 因为你这个村里 他做了乡长 他决定这个土地的分配 没错 你这村里剩下的最后的资源 就是你这个土地 对 你当了村长 对不对 最近最近温岭 还是温州那边 就有一个人 是毛主席以前 接见过的劳动模 那个劳模嘛 然后他就是对于那个村政这个卖地啊 不满意 要成立一个农会 现在好像被禁止了 他给逮起来了 他老婆也给逮起来了 对 那么就说他是暴力嘛 但是你 但是现在农民啊 对于就是这种村长 现在村长他卖地的权利 你想他其实比你城里的大官都还厉害 那当然 你是帝多值钱 那当然 我跟你讲 我现在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不是有这段子吗 叫什么 中央干部是恩人 省里干部是好人 县里干部是罪人 村里干部是仇人 这个段子 前一阵我不是假艾滋病吗 张可大夫进行一个调查 在这个中原农村艾滋村进行调查 完全符合呀 就是说问这个村民 对这个干部的满意程度 对中央干部他们最好 最恨的是县乡村 这基层的地方 都没有人 我们最快选